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8月1号 上午的7点43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Plus的钱包下载服务器的IP地址 为啥发生变动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另外呢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做这个中国的军人节日快乐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我们先看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他这里说的一个署名文章是 冤冤相报是否会在休息底的陷阱越坠越深 他讲的是中美两国近日来以互相关闭 驻外领事馆的外交风波 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那么他是说中国跟美国现在会冤冤相报 以牙还牙,最后会掉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个我们也是在关注 那在美国大选之前 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有好转 好,那么一个好消息 就是新浪科技报道 北斗三号正式开通 开启服务全人类的新篇章 2020年的7月31号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系统导航系统建成 即开通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营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已经全面建成 中国北斗自信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球 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包括了军事上各方面 特别是现在中美关系复杂 有了自己的系统 微信档核系统 我们就可以不用美国的GPS了 对吧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这个跟Plus有没有关系 现在还不好说 我个人觉得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好,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为首次超过三星 成为全球第一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这个也是个好消息 但是目前华为的情况 也是形势非常严峻 那么9月份以后 台湾的台积电就不再给华为供货了 不再给华为代工它的芯片 那么能不能找到新的厂商 这个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好,华尔街日报 看看亚马逊 那么亚马逊打算投资100亿美金 来做卫星互联网 那么这个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 建立一个卫星互联网的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将会以SpaceX的Starlink 就是星链系统网络竞争 那么星链系统 它也是做一个卫星的互联网 那么美国一个国家就有两家巨头来做卫星互联网 那么中国有北斗卫星 但是北斗卫星它跟它卫星互联网还不一样 那么也希望中国也有一些厂商能够做卫星互联网 这样应用于广泛的军事用途 还有民用都可以 好,再看看香港网易的新闻说 港媒已经报道了 香港警方已经正式通缉网冠冲等六名逃往海外的乱港分子 他们跑的还是蛮快的 这个包括了港独组织 香港重置的创党主席网冠冲 港独组织香港独立联盟的陈家居 港独组织学生动员的刘康 还有嫖道失联的郑文杰 还有朱牧民 还有港独组织民主前线的黄潭养 那么这六人涉嫌为煽动分裂国家 勾结国外的势力 那么有了这种法律之后 相信香港会更稳定一点 好,再看看中国在印尼的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正在逐渐进入印尼的市场 这个是个好消息 那么尽管没有得到广泛的报道 但是人民币已经逐渐渗透到印度尼西亚 在各个方面 人民币在它的整个的全球贸易里面 占10%的份额 人民币的清算达到2012亿人民币 约占整个印尼的63% 那么一,中国是印尼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是印尼跟美国的两倍 那么中国跟印尼的大量的贸易 使人民币在印尼广泛使用 那么等看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印尼来推广DCEP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那么这边呢 币圈一个媒体 叫Ledger Inside 说 中国政府是否正在试图影响 支付宝的首次公开募股 有数字圆吗 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说的是 取得巨大成功的支付宝钱包的母公司 蚂蚁集团两周前宣布了首次公开IPO的计划 预计发行是2000亿美金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蚂蚁金服 也就是支付宝 那么会不会跟DCEP有合作 这里写的是 中国银行正在推进其数字人民币DCEP的计划 该计划的目前被归纳为内部测试的阶段 尽管其中涉及许多的私人组织 那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背后的驱动力 就是对私人支付平台的过度依赖 那么该这本文章说 预计该数字货币将同时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中可用 那么支付宝还为某些CBDC的流程申请了专利 这个肯定是的 不用怀疑 DCEP肯定是跟微信支付宝有合作 但是它就是说把DCEP直入微信跟支付宝将会是内部测试的最后一步 那么现阶段是DCEP正在跟滴滴打车 滴滴滴滴 还有抖音跟这些在合作 那么等这些合作测试成功以后 最后一步就是进入微信跟支付宝 那么微信跟支付宝在测试成功 这个DCEP就正式的宣布出来了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 北斗卫星已经正式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那么下一个就是DCEP的正式宣布 那么要等到测试完毕 先是在滴滴等 最后会在微信支付宝测试 另外还有就是在咱们的plus钱包里面测试 测试成功就会正式的宣布公告 那么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估计会正式宣布出来 很快了 好 再看看币圈的新闻 那么日本央行任命首席的经济学家负责CBDC的发展 那日本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山一众 现在是支付和结算的负责人 并领导了日本对其中央银行数据货币CBDC的项目探索 那么这里说的是日本的银行 它认识到了美国的Facebook 还有中国的DCEP的进展很快 所以它日本也要加快它的CBDC的发展脚步 那么日本银行是一直在以其他六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主要是欧洲进行试验 它的目标是截至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也希望日本的央行 尽快推出它的数字日元 那么这样在亚洲 就是说唯一能跟人民币竞争的货币就是日元 那么我们希望日本如果能早日出来 那么中国的DCEP也会尽快出来 因为中国肯定不想在日本之后 对吧 所以日本要加油 好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美中敏感时刻 FBI突然发简体中文的招聘广告 7月15号 FBI通过推特发布简体中文的广告 公开在美国社会招募中文翻译人员和所谓的语言分析师 他的招聘广告是写的是 您会您是会读写说外国语言的美国公民吗 您愿意以他人分享你的文化专长吗 您的语言和文化专长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任务非常重要 那咱们群里面咱们plus的用户是全球用户 如果你会中文 然后也是美国公民 那么欢迎你就加入美国的FBI 那为什么加入FBI呢 那么你进去以后 你就可以去调查一下plus token的情况 看看FBI的进展 有什么内幕的消息 尽快给我们汇报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估计比较难录取 因为通不过背景调查 尤其是这种我们长在红旗下 身在新中国的肯定不行 但是咱们plus的社区 有很多的全球用户 比如说台湾用户 韩国用户 是吧 中文也很好 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呢 你是美国公民呢 建议你去应聘 然后通过FBI的内部渠道 知道plus token的进展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plus token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讲plus的钱包下载服务器的IP地址为啥发生变动了 那么我们最近一直在跟踪plus项目方的服务器 几个网址 那么从9月30号到4月25号到昨天7月31号 我们看见他的很多网址呢 已经在发生变化 像他的交易所呢 现在还是断开的 所以现在还是查不到的 那么我们如果查呢 是127.0.0.1 也就是就是你自己的电脑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plus token.io呢 它发生了一次变化 然后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那么今天主要在讲的一些大的变化呢 是这个globalonline.cc这个网站 我们知道globalonline.cc呢 它是分好几个网站 一个是kr就是韩国服务器 一个是hk就是香港服务器 一个是比特币钱包 以太坊钱包 还有就是一个通用的下载的一个网址 还有就是在中国的 download的一横 然后CDN这是中国 那么我们发现 从9月30号到4月25号 它的IP地址呢 已经换过一次了 那么一开始呢 是把一些不规则的地址 从统一换成一个地址 那就是47.91.170.22 这是统一的一个地址 就是用这个地址来统管所有的 globalonline.cc的下面的直目录 那么前两天呢 有网友跟我们爆料说 他现在服务器又有大的变化了 那么我们昨天查了一下 发现果人 那么以前是一个统一的地址 现在是打散到不同的地址了 你看韩国的香港的 还有这个以太坊钱包和比特币钱包的地址 都不一样了 那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惊喜的发现 这个globalonline.cc这个网站呢 已经采取了最新的技术 就是反黑客攻击 那么这个globalonline.cc 这个网站的IP地址呢 是智能解析 多IP解析 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地址了 不像以前这种了 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呢 原因呢 就是为了防止黑客的攻击 那么用了最新的技术呢 那黑客如果想攻击他就很难了 因为他有不止一个IP地址 那么以前Plus Token为什么会关网呢 就是因为Plus Token的网址 就是一个单独的IP地址 那么只要黑客发起这个DDoS攻击呢 他就可以用很多的服务器 向这个IP地址发送垃圾信息 那么就可以使这个网站瘫痪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被断网了 那现在呢 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以后呢 那每一个网址呢 对应的是多个的IP地址 那如果下回再有黑客发动这种DDoS攻击呢 那么他首先他会给你分配到一个地址 如果这个地址 如果他的流量太大 那么这个系统呢 会把你分配到第二个IP地址 那么同样 如果你攻破了第二个IP地址呢 那么又会把你的攻击又会转到第三个IP地址 那么一直这么转下去 所以只有你把所有的IP地址都攻破了 你才能攻破这个网站 那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还做了一些新的处理 一会我会慢慢讲啊 所以呢 这种新的技术已经被用到我们的钱包下载服务器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这个APP 3.0 一旦他已经就是正式版出来以后呢 放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已经网站已经做好了 一会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ZenMap这个软件来探测一下 把它输入韩国的这个钱包下载服务器的地址 app.kr.globalonline.cc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IP地址是207.244.67.218 看到了吧 然后呢 它现在开的端口呢 是80881022和80 然后它的这个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呢 是AV Tech Room Alert 26W 然后是Environment Monitor 说明这个服务器呢 有个单独的操作系统叫这个名字 好 我们再看看香港的 app.dong.hk 就是香港.globalonline.cc 那么它的这个AP地址呢 IP地址的就是37.48.65.151 那么同样也是开了这三个端口 那么其他的端口呢 现在都被屏蔽了 现在只开了这三个 然后它的操作系统呢 是IPXE1.0.0加 那么同样我们看看比特币的也是一样的 也是它的IP地址是64.32.8.67 同样也是开了这三个端口 同样它的操作系统呢 也是IPXE1.0.0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我们经常用的app.dong.globalonline.cc 它的IP地址呢 是64.32.8.67 看到没有 那么同样也是开了这三个端口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么这个已经换了新的IP地址了 好 我们看看它现在用了这种新的技术 跟原来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证明一下 我们去到那个站长之家 这个网站呢 叫做站长之家 它有个功能叫做PIN检测 我们输入这个韩国的服务器地址 app.dong.gr.globalonline.cc 那么它的这个网站呢 总共这个站长之家呢 有132个探测点 那么这132个探测点呢 是在全国都有 好 我们注意看这里 下面 最快的是在美国 因为老博是在美国 所以它是在美国有个服务器 是访问最快 是11个毫秒 最慢的是荷兰新乡 有317个毫秒 那么这个是它的网址 好 我们看看 这个智能解析这一块 它运用了一个技术叫做多IP解析 看到没有 这个CDN的提供商 它是隐藏了未知 那么这个最大的就是说 区别呢 是它提供了独立IP地址有五个 不是一个 是五个 那分别是这个64.32.8.67 37.48.65.148 207.24.67.128 46.166.182.113 还有就是64.32.8.69 它有五个IP地址 不是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 如果黑客要攻击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同时攻破五个IP地址的 而且是动态分布的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黑这个网站了 非常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再看看这五个IP地址是在哪个国家 我们看看下一页 好 我们看看 我们有132个 132个探测点 分别是在辽宁大连 广东深圳 广东中山 浙江温州 江苏泰州 辽宁大连 湖北宜昌 山东济南 广东广州 浙江湖州 北京上海 广东佛山 浙江宁波 山东藻庄 河南郑州 江苏无锡 还有上海 还有内蒙古 霍浩特 等等等等 总共有132个地址 那么用这132个地址去探测咱们韩国的钱包服务器 我们会发现它对应的不是一个地址 它对应的是五个地址 比如说第一个 辽宁大连 你如果在辽宁大连去上这个网站的话 你的对应的响应的IP地址是207.244.67.218 那么你对应的IP地址的服务器在哪里 看到它的IP归属地 是美国 看到没有 它是在美国了 美国弗吉尼亚州 马萨 马拉萨斯 叫Lisweb WDC-01 数据中心 那么咱们的韩国的 这个 钱包下载的服务器的 这个IP地址 现在把它转移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看到了吧 好 如果你是在广东的中山去访问韩国的服务器的话 你的IP地址是到另外一个 到37.48.65.148 那么你这个IP地址是在哪里 是在荷兰 荷兰的哈勒姆 Lisweb AMS-01 数据中心 看到没有 那么同样哈 如果你是在浙江温州去访问这个韩国的这个钱包的地址 你会不会导入到另外一个IP地址哈 64.32.8.67 那么这个对应的对应的服务器在哪里呢 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短州洛杉矶哈 叫做Scart Tech数据中心 看到没有啊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在浙江湖州呢 对应的就是另外一个地址 就46.166.182.113 他对应的IP是在哪里呢 是在荷兰哈 看见没有 所以plus项目方呢 已经把他这个服务器的地址已经弄成了多个了哈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了哈 你要是攻击他 你就攻破了一个也是没有用的 他有五个IP地址 那除非你把这五个IP地址的服务器全部攻破 你才能成功哈 那么这五个IP地址呢 他的服务器呢 而且还不在中国大陆 他分别在美国的普吉尼亚州和美国的加州 还有荷兰哈 那么你如果敢攻击美国的服务器呢 那么你就会犯一个联邦重罪哈 而且你也从技术上你也很难实现哈 那么采取了这种措啊 措施呢 就能够保证咱们的钱包下载服务器是安全的哈 是可靠的啊 看见没有 这是今天的重大发现啊 说明他的服务器已经搞好了哈 那么只要等待这个APP3.0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放到这个服务器来供我们下载使用啊 那么很多网友会问为什么还不公布呢 那是因为DCEP还没有正式推出 所以他那个新版APP3.0呢 还缺这个DCEP的接口啊 那如果新版如果那个DCEP呢 呃出来以后呢 他就可以把DCEP的接口跟那个APP3.0对接啊 然后呢放在这个服务器上就可以给我们下载了哈 所以应该相信是很快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哈 非常简单 你到站长之家 你输入韩国的这个啊 钱包的下载服务器哈 APP.0.1-kr.globalonline.cc就可以找出来了哈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重大发现哈 他已经用了这个啊 智能解析多IP解析的这种啊服务哈 那件事放在美国哈 已经不再是韩国了哈 就说本来正常来讲是个韩国的下载钱包地址 所以应该是放在韩国 但是呢 这个plus token的项目方呢 觉得不放心 那么他就把这个IP呢 把它挪到美国了哈 因为美国是最安全的哈 没有人敢去攻击美国的哈 如果你攻击美国的服务器 那么美国的联邦政府或者FBI就会调查哈 那你就准备等死哈 那么土材者如果想攻击的话 他也不敢攻击美国的哈 那中国大陆的呢 或者韩国的他应该是不怕啊 但是美国的他是不敢轻易攻击的哈 好我们看看B世界的消息哈 那么他说有另外有两名参与推特黑客的嫌疑人已经被起诉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官方报道 除了佛罗里达州的男青年Graham Clark以外 涉嫌参与黑客推特攻击的另外两名黑客也被起诉 分别是19岁的英国黑客和22岁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黑客哈 那么这些人都很年轻 一个19岁一个22岁一个17岁啊 那么据说是他们参与了这个推特攻击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参与推特黑客攻击要留plus token的这个比特币地址哈 这个并没有说哈 那么我们看看最后啊 这个会被起诉会不会提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留plus token的地址啊 我们看看这个啊币的转移哈 11.95万枚以太坊转了未知地址 那时候所谓的未知地址就是我们plus token的地址哈 这个不用怀疑哈 啊那讲推特黑客中超过半数的比特币装款 已经通过混闭器来完成洗钱哈 那么既然你已经抓到了人 那么你就要可以问问他 为什么通过这个来洗钱哈 这个我估计哈就是说这些黑客跟这个洗钱没有关系哈 这个混闭器呢 就是说是咱们plus token在混闭哈 但为什么那个黑客呢是在被抓住了 那就不清楚啊 为什么他们要冒用plus token的技术方的地址哈 这个有待进一步观察 好同样3000万枚USDT转入币安哈 1630万枚USDT转入币安 你看这都是plus的币在疯狂的移动哈 说明咱们plus的这个项目方根本就没有受那个公安部的公告的影响哈 还是正常的在操作哈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哎 5000万枚USDT转入火币哈 1440万枚USDT转入币安 plus的币在活动哈 那么刚刚讲过了 美国的少年因为参与推特被黑事件被重罪啊指控 看见没有 你如果在美国你搞一些黑客的话 你是联邦重罪哈 你看哪 就说就算你没有成年你只有17岁 那么仍然这个美国的检察官对你提出了30项的重罪指控哈 而且是30项而且是重罪哈 所以他不不不不判个10年以上是出不来的哈 但还好他是未成年人所以可能会轻判啊 你看这里又是1075枚比特币从币安转入比特币哈 这都是plus的币哈 你看见没有plus是非常的健康所以不用担心 另外刚刚也讲过了他的韩国钱啊 那个钱包下载网站已经弄好了哈 你要去攻击他已经不太可能了哈 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前段时间在币啊电报群里 那个这个所谓的plus项目上的客服Coco哈 让大家把币转到这个网站 那么今天呢看呢他已经被转走了哈 这些币哈啊16,681个USDT 已经被转入合约的这个地址了哈 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我们静观其变哈 那么当那个Coco呢是说呢 我们每个用户啊转移150个USDT到这个地址哈 那么今天看他已经被转走了哈 你看都是150个哈 这个人打了两倍的哈打了300个哈 被转走了哈16,681个 转到合约地址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合约地址也是plus的地址哈 这个是个合约地址 Linux41F8D哈合约地址 那么这个合约地址呢非常火焰哈 每一分钟都有在交易哈 好我们静观其变看看这个转币是Coco转的呢 还是plus的技术方转的哈 哎我们静观其变哈 看看最后会什么样一个结局哈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我是劳博士哈 大家敬请期待哈 我们的plus钱包的服务器已经搞好了哈 那么只要DESAP一出来 然后这个APP3.0跟他对接完成 那么就可以放到这个钱包下载服务器给大家下载哈 没有问题哈 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哈 有5个5个IP地址可以给大家服务哈 不怕黑客攻击了哈